说到出国最麻烦的一个环节呢就是订机票 不过呢现在订机票呢有很多AI可以去做辅助 甚至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Google Flies 已经结了AI的功能 让我们呢更方便的去找到符合我们自己预算 还有条件的机票哦 往下来看吧 Go 嗨大家好我是阿湯 2025年呢又接近尾声了 应该呢很多人呢都开始在准备 2026年上半年要出国的这个计划 那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要买机票嘛 那订购机票大家平常都会去哪里搜寻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 不过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 就是透过Google Flies最新的AI功能 让这个AI呢可以更快速的按照我们的条件 去找到符合需求的这个机票哦 甚至呢还可以随时的帮你追踪这个机票的票价变动 让你呢不用每天呢一直反复的去搜寻这个票价的变化 还可以呢即时看到这个票价的走势图 让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 确保呢你真的不是买在高点 真的是出国旅游的好帮手 我们就一起来试看看吧 好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呢 就是Google其中的一个服务叫做Google Flies 那这个呢应该有一些常常旅游的人早就知道这个服务了 只不过以前呢我们在用Google Flies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它不好用 因为它跟一般的搜寻航班的功能大致上差不多 但是呢找出来的结果呢并不怎么样 不过呢大家先不要灰心 今天既然我们会再拿出来介绍 其实是因为呢最近Google Flies呢 它终于把AI这个功能放进来了 所以你进来Google航班的时候 就会发现下面这里 看一下文字有没有这里有一个 行程很有弹性吗快运用AI技术寻找最佳机票的优惠 好这个呢就是最新的AI的功能 我们呢就不要直接去使用它的这个搜寻框的功能 好我们点击这个查看优惠进去 好进到这里呢就是它AI的目前的最新的Beta版本 好那怎么去使用呢我们一样一项一项来 首先第一个呢出发地 这个部分呢建议大家还是可以自己选一下自己的出发地 是要从哪里出发 那如果呢这边找出来的出发地预设就已经定在你的位置的话 那你可以不用修改 好再来 要怎么去搜寻我们想要的机票呢 这个跟以往的搜寻功能是不太一样 以往我们设定出发地 目的地 然后几个人 几号到几号 那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你可以用很口语化的方式 给它一个区间 跟目的地 那它会透过你口语化的内容 帮你去找到比如像现在十一二月了大家呢应该都开始在预定呢明年可能三四月左右的櫻花季的机票 那不论你要去日本或是韩国都可以 那你可以像这样搜寻比如说明年三到四月左右呢你想要去韩国大秋櫻花盛开起的时候前往 大概五天十夜帮我找出直飞的机票 那你可以直接告诉它直飞 或是等一下筛选的时候再来筛选掉也可以 这边就帮我找出这个机票来了 这边有写到这个呢是转机一次 所以这个是没有直飞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边找到呢主要是需要转机一次的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筛选一下 比如说我们转机的部分 把它改成警显式直打航班 然后让它去重新修改 好有没有 这边就找出这个直打的 好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你看它预设呢是帮你找3月5号到3月9号来回的 那这个呢是去程的航班 所以呢其实像我们想要找这种直打机票还蛮多选择的 那再来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人数的部分 像我们刚刚没有特别去设定人数 这时候呢可以在上面稍微调整一下 成人有多少 儿童有多少 然后婴儿啦 不站位的跟站位的差别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按然后再去重新筛选过 这边后面加上了机票的票价就是这些人数加起来的票价 总金额 那你就不需要呢在自己去计算说 我今天如果是3个人出发或4个人出发 这个票价呢总共是多少 就可以直接呢在这里查看 那左边这个呢是显示最佳结果 右边呢是显示最低的价格 给大家看 那基本上呢像以大邱来说的话两边不会差太多 如果你是去比较远的话 就有差别直打跟转机的部分 但因为我刚向筛选我已经把转机的部分筛选掉了 所以这里呢也不会出现转机的部分 那比如说把直打拿掉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低价格的部分 会不会有出现转机的呢 好像这边也是没有 有往下呢就有看到你看转机一次了 但还是要花到3万多没有比较划算 所以大原则来说呢像大邱的话就是 紫飞比较好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找到 接下来你找完之后 那你可以再挑选一下日期 那比如说我点击这个日期之后 这里呢其实也会大约即时的显示 平均价格最低价格大约落在哪里 那你就可以选一个 出发的时间又可以符合预算的时间 像比如说呢像以大邱来说 他的4月初是最热门的 所以你看他4月1号要4万块 但你只要往后个几天 4月5号出发就差了一倍的价钱 那么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很快的去找到你适合预算出发的这个日期 好比如说我们选4月5号好了 然后往后5天12345 假设我们是9 变成4月5号到4月9号按完成 好这边就会重新调整票价出来了 好那再来呢如果你觉得想要订哪一家的航空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搭长龙 可以到这边呢有出发的时间 把它点进去 好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来回的票价 好我们可以点开再看一下 这是回程 4月9号的话是晚上回来是7点10分 好进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呢 来回的航班个别是什么 再来往下呢你就可以选择你要透过哪个地方去预定 因为呢你透过不同的网站去预定的话呢 基本上票价也是不一样的 像你看最低呢从25000多 到最高可能20000到30000以上都有 这个价差就将近5000块 不过呢这网站的部分大家也要自己去斟酌一下 像有些订票网站的风评可能就没那么好 那你可能就可以换一个 你认为比较可信任的这种网站去预定就好 因为像这种价差如果真的只有差一两千块 你觉得没差的话呢 当然就是直接找 原本的这种航空公司订的话会更加安心一点 你看如果按继续的话 他这边呢就会直接跳到长龙航空的网站来 然后进入购票的这个程序了 那假设呢你觉得今天这个票价可能还会有变动嘛 因为毕竟 票价的部分呢其实每天都会有点些微的变动 有时候可能会突然某一天比较贵的又出现便宜的票价 这时候你可以点这个追踪票价把它打开 这么一来呢当有比较低的票价的时候呢 他就会用email通知你 像是我这边是选择4月5号到4月9号 就是我刚刚设定了这个行程 有比较便宜的票价的时候呢 他就有email通知你 像我刚刚这个班次的5号到9号的 这个可以把它勾选起来 然后按完成 这样子呢他只要有变动票价的话就会通知你 你看当回到首页来之后 这边也可以看到你追踪的这个票价 像我刚刚一个是最终直打的 另外一个是最终4月5号去4月9号回的这个票价 这边就可以直接看到 那除了像我们刚刚那种搜寻方式之外呢 那其实还有很多搜寻方式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本来就知道 去哪里的票价大约都是在多少 那如果你是想要符合预算内的机票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告诉他 你的预算是多少要去哪里 叫他能帮你直接找出来 比如说明年3、4月左右想在日本京都玩 然后一个人来回预算在 在1万内 然后按搜寻 然后这边就可以帮你找出1万内的这个机票的部分 当然可能1万呢还算太高啦 因为以京都来说有更便宜的那种联航 好那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搜寻的票价就都出来了 那假设像我们刚刚是用1万来做的条件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搜寻出来的票价大约是5千到8千 那我们这次呢换个方式 假设我们只要找6千以内的票价 那我们改一下条件 一个人来回预算是6千内 然后重新搜寻 好我们一样点进去看一下 那么这边呢就是变成只有6千内的票价出来了 所以它可以完全按照你的行程 你的预算 你要去的时间点 然后帮你很快速的去搜寻出来 甚至呢有些票价呢 如果是低于均值的话呢 这边也会直接告诉你分析 目前的票价偏低 比平常的还便宜了多少钱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票价记录 这边还有这种记录可以直接看票价的这个趋势 所以呢像以2个月内这个买的机票 现在呢刚好算是蛮便宜的价格 你就可以按照这种走势图来查看一下 你现在买的机票的价格范围大概在哪里 如果它没有跳出这个AI分析的话 下面这边也有价格走势图 你也可以从这边去看 或者是呢你可以用日期网格 然后来看一下每个日期的价格大约是多少 这边呢你都可以去点 然后一样这边有个追踪票价 这些都是很方便的功能 所以像现在呢如果我们想要找机票的话 其实大致上来说你透过Google Flags来找出 符合自己条件跟预算的机票 比起呢以前呢又更加方便许多 那基本上我觉得其他的网站呢 如果再不结合这种AI功能的话 可能呢很快呢就会被Google Flags通通都取代掉了 那明年呢上半年有打算出国的朋友呢 那就可以来试看看用这个Google Flags来找看看 有没有更符合你预算的这个机票哦 看完上面的介绍之后 你也找到想要购买的机票了吗 今天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咯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教学的话 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阿郎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